李宗人回忆录 李宗人口述 唐德纲撰写 第五编 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十九章 梁广统一与朝南之内讧 一 我们以少击中 消灭录 省的部队 打退唐济尧东卿之师 在短时期内统一广西之后 全国漠不另眼相看 因三数年前 我李某 黄某 白某 魏军不过中下级军官 名不见经传 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 而我们的对手 如陆荣庭 沈红英 谭浩明 唐济尧等 都是轰轰烈烈中外文明的老前辈 得势享明凡十余年 然不出三年 竟被我们一一减除 统一后的广西 军事 政治 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 为全国各地所无 而我们三人 始终合作如一 彼此为建国 建省而奋斗 毫无借地 存乎其问 以致和其他各省当轴的互相水火 如婉 直系的分裂 国民党内湖 汪 蒋三人之间的斗争 云南唐济尧 和顾品珍的火并 贵州流显市 和外甥王电伦的骨肉香残 以及湖南和北方各省的内讧等相比 我们四却有人所不及之处 而广西 也因此薄复食欲 那时联省自治 宝敬安良之风正斥 于是 川 湘 钱等临省 都纷纷派员来跪观摩 这些代表中 最受我们注目的 便是湖南省长赵恒涕的代表叶齐 叶军那时 在湘军流策第二十人旅长 他是广西荣县人 陆小第二期毕业 后入保定军校 与黄绍红 白崇喜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 都有先后同学之意 当时更有所谓四校同学会的组织 由陆军小学 预备中学 保定军校 陆军大学四校毕业生所组成 因四校同学都和叶氏有相当学艺 赵恒涕极利用这种关系 派他来和我们 就政治立场有所商洽 叶齐于民国十四年冬季 贤赵省长之命 取到桂林来南宁 和我们会晤 叶军既是我陆小和学 为人又豪放不羁 下花线所以 和我们无话不谈 他此次回归 所赴使命 约有三端 湖南当局 鉴于广西新进统一 生气蓬勃 顾叛乡 贵两省 能采取同一政治立场 实行联省自治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如能守望相助 攻守同盟 自然更为理想 此其一 如我们广西当局有野心 想恢复以前陆荣亭囊括两广的旧局面 湖南当局愿意出兵协助 同下广东 但湖南当局之意 仅在消灭广东境内 谭延海和城前所部的乡郡 不是想和贵军分割广东地盘 故乡郡一灭 他们便搬师回省 此其二 如以上两项 我们都做不到 则湖南当局 希望我们不要为广东方面所利用 至少在乡 越发生战争时 采取中立态度 此其三 总之 叶齐时负着说客的任务 他的注意力由 集中于广东方面 因那时广州中央实行 联俄融共共政策 聘请俄国顾问等事 招致全国的注目 而湖南当局一律更甚 他们认为 广东方面联俄融共的结果 必将帮助被逐的乡郡回乡 如是 则赵恒替 唐生智便首当其冲 为防患于未然 所以派一位广西人叶齐和我们联络 叶军来时所携除赵省长 亲笔韩剑之外 还有相聚其他市长四校同学 耕生智 贺耀族等的联络韩剑 叶军已多年未回省 对省内情形颇为隔膜 他在湖南时 听说我们忠诚拥护广州国民政府 便很不以为然 因此 时外界谣传 广东已经赤化 实行共产攻击制度 叶齐到南宁后 便责问我 为何和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合作 我说 我们国民党自由我们的三民主义 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共产主义呢 还有 叶军在湖南九文我军纪律森严 战斗力坚强 而十分景仰 不亦回归后见 我们的军队 都是衣着不整的 教化军 因为广西当时财政困难 我军的制服 都是最粗的土制挥布之城 既一褪色 又一破烂 士兵这久之后 难免蓝绿不堪 因之 叶齐觉得十分诧异 为什么这一窝烂军队 能打上仗呢 但是他对我军战斗力的坚强 体验最深 先是 当路 沈骄兵之时 赵恒替曾拍叶齐 李品仙 马迹等步入桂园路 马迹入广西稍一交随 便被沈红英打得 弃甲夜兵而退 叶齐 李品仙 则率师 在黄沙河观望一番 未敢前进 而沈红英后来和我军交战时 不数星期 大军二万余人 便一败涂地 两相比较 便知我军和乡军的胡斗力 是怎样的了 这位叶将军赞叹之余 实百思不得其解 叶齐对我们的新作风中 最敢新颖的便是群众运动 因为在国民党改组之后 我们仿效苏联 发动群众运动 各县都组织有农民协会 工会 学生会等 群众大会经常举行 情绪极为热烈 军民打成一片 如水乳的交融 这些都不是华北和长江流域各省可比 有时我们也请叶将军在群众大会给我们讲演 并请他指导 群众折报以欢呼和热烈的掌声 叶齐系初次见到这种热烈的革命运动的场面 颇为感动 我告诉他说 这就是革命运动啊 北方的军阀 迟早要被我们革命势力所打倒 我希望你们湖南 也能加入到我们革命阵营里来 叶齐听了颇为向往 但和他所负使命 有极相矛盾 看准叶齐这种矛盾心情 我便成积则以大义 针对他的三项使命 我也以三不可说服他 我说 联省自治在中国不可行 因联省自治 事实上是否认中央政府 助长地方割据 为军阀制造占据地盘的借口 现在中国所急需的 乃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而非地方割据 这是一不可 我被如为私心所所使而妄图并吞广东 势必导入荣亭的覆辙 越贵相争 也将永无一时 让唐济瑶等军阀作收余力 破坏革命 这是二不可 至于乡 越战争 我手中立一点 也不一半倒 因我们已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 以前的相聚 现在同为革命军的一部 以后没有战争便罢 如有战争 断非相越地方主义之争 而为革命和反革命之争 这难将首当其冲而已 我们既以许身革命 断难至身世外 这是三不可 我于是乘机劝叶琪加入革命 叶琪出来之时 四颇自信 三项使命 必可完成其一 谁知他住久了 不觉为我们所感化 不但不图理解我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 反而对我们两月合作表示同情 颇有接受我们的劝告 加入革命的可能 我一儿问他 你看赵岩武会不会加入革命 叶琪摇摇头说 赵生长老了 只求保金安民 谈不到革命了 我说 那么唐梦霄呢 叶琪若有所悟的说 唐胡子倒很有野心 我说 有野心就得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入我们的革命阵营 自此以后 我们随发动所有的报馆 通讯社 一致宣传 叶琪是唐生之的代表 特来和两月革命当局会商商 月 贵合作的步骤 消息一出 不静而走 港 碎 户 汉个报竞相转载 弄得叶琪有白难辨 曾数度要求我更正 我说 更正什么啊 就做唐梦霄的代表 又何妨 这样一来 不但叶琪来贵的三项使命一无所成 结果反而变成我们离间号无佩服 赵恒替 唐生智的工具了 同时 找门也将叶琪奉命来贵的企图 详细密告中央各领袖 以免引起误会 二 就当一夜七访贵的高潮期间 我们忽然接到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明来电 说他将携中央委员谭言凯 甘乃光到广西来慰劳我们广西军民 因这时正是广东方面二次东征之后 全省粗告统一 一月间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 黄绍红和我也当选为侯补中央监察委员 然梁光表面上虽然合作无间 实际上仍系统各异 王 谈此情的目的 显欲以联络感情方式 图进一步谋取梁光统一的具体计划 也可能因夜七的倒柜 不无有些疑虑 而由此一行 我们当然福店表示欢迎 广东方面应到南宁费是太多 希望我顺流而下 他们速将而上到吴州会晤 我们也答应了 会晤的时间便决定在民国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实际将界 我既和黄绍红便约叶齐一同去吴州 叶齐颇为惆怅 他原为图谋对付广东来向我们疏通的 现在不但任务没有达成 凡要和我们一道去见广州方面的代表 绝非齐始料所及 还有 叶齐对谭延凯很瞧不起 谭氏的部队便是在夜等追击之下 会往广州的 嘉义谈以前在湖南 老谋深算 八面玲珑 周穴于湖南各派系之间的作风 也不是血气方刚 豪爽痛快的青年军人 如叶齐等所席见 所以 叶齐不愿见他们 我说 你愿不愿见他们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我们都到吴州去了 你一人住在南宁也寂寞 不如和我们一道去吴州玩玩 叶齐执拗我不过 就跟我们一道 沉沦去吴州 汪 谭一行 也于1月26日 由我方派往迎接的代表 白崇喜 陪同西上 到了吴州 我们既然是主人 少不了要发动群众 来一幕盛大欢迎 好在汪兆明 自次摄政王以来 便想盛名 谁不想一瞻风采 所以 汪 谭等底吴之时 君民齐吉江边 真是万头传动 欢呼之声 震动山岳 盛况空前 叶齐虽未去欢迎 但也颇为此场面所感动 他似后曾说 想不到在他心目中 需要打倒的人 在此地却有如此的号召力 这是我和广东方面 中央的领导人物 第一次误面 汪 谭二人都以表堂堂 口角春风 对我们在广西方面的成就 称赞备至 他们二人在我当学生期间 便以全国文明 都是我们所启目的 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 今朝一箭之下 他们满口救国 革命 更说的顺理成章 足开茅塞 所以 此时我们对他们 尤其汪兆明 真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过 我们对汪兆明的革命理论 多少也有点迷惘 如汪氏谈起革命时 总是口口声声 革命的向左走 一次在吴州郊外参观 汪氏悟向左边走去 我招呼他向右走 汪笑着说 革命家那有向右走之理 我说 向左去走不通啊 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但是我们当时便有些不解 本党自有其革命程序 何必又一定要向左呢 所以我们对他的一套革命理论 也只是孤妄言之 孤妄听之而已 再注 谭出底吴州之时 叶齐仍不愿去见他们 但是谭言凯对叶齐 反而颇为赞赏 当我向谭氏提及赵恒提的代表叶齐 陷在吴州时 谭氏倒很想一物 谭说 叶齐年轻能干 当年在湖南时 他居然把我们的部队 打得落花流水 言下四波有长者风度 和不念旧恶的气语 我一而把汪 谭的夸赞之词 转述给叶齐听 并劝他参加我们欢迎汪 谭的宴会 叶齐听了这番高帽子 颇为高兴 也就答应参加宴会 我告诉他 宴会上恐怕要请他发言 叶说 如要他公开发言 他就不去 但是最后 他还是参加了 欢迎汪 谭的宴会 极为热烈 我致欢迎此后 便请汪 谭两先生训话 汪 谭两是 除竭力称赞 我们统一广西的成就外 对叶齐也顺便夸奖了一番 随后 我便请叶齐讲话 叶齐在此场合下 也只有勉强应酬 投桃报李 对将 弹弓为一番 引起热烈掌声 全场皆大欢喜 打背香 月多少年来的夙愿 电力湖南 唐生志等 日后加入革命的初步契机 这时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劝叶齐赴广州一行 做初步的联络 叶齐听了大惊 他返乡的目的 原系连贵谋月 如赴广东光光 岂非背道而驰 他坚持不去 并开玩笑地说道 广州他们在搞共产 我如到广州去 吴大帅知道了 岂不要杀我的头 我说 吴佩福能管你们湖南的事 纵使广东方面 在搞共产工期 你去看看也无妨 相反的 你看到了其中内幕情形 回到湖南 去报告一些真情实况 说不定吴佩福 还会嘉奖你 有胆有识呢 总之 去看看不算是坏事 经我们再三劝告之后 叶齐终于答应到广州去看看 我便派白重启 夏威二人和叶齐同去 因他二人对广州各界相当熟悉 是最合适的向导 白 夏 叶一行 于一月下旬 随汪 谈前往广州 在广州受到极盛大的欢迎 我们对叶齐此行的对外宣传 自然仍说 她是湖南唐生制的代表 前来两广联络的 此事在外部各报以轰传一时 叶齐如果是位谨小慎微的人 可能就有所顾忌 而不敢去广东 幸而她是个洋分人 痛快豪爽 不拘小节 她又细乡军中的实力派 对本身行动有相当自由 不怕人家误会 所以她在广州筹坐一番之后 便娶到香港 上海 武汉 回湖南去了 三 汪 谈吴州之行 外间不明真相 称之为吴州会议 其实 我们并未举行任何会议 汪 谈西行的目的 只在联络感情 他们也声称为 为劳而来 不过 我们彼此间 虽未提出具体统一的办法 复制讨论 然此行的影响 倒确实增强了两约团结的基础 因汪 谈两世 却曾顺便到极 梁广党 正 均统一的必要 这和我们的期望 正不谋而合 我方遂于汪 谈返航时 派自重启为代表 前往报聘 白氏抵月后 见广东自统一以后 气象一新 两月如能统一 则不难问鼎中原 乃根据我们的意见 正式提出 确实统一梁广的方案 以便将广西军 民 财 教等大政 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 划一办理 中央也特设特别委员会 来处理梁广统一问题 经数度会谈之后 2月19日 白重洗岁以号殿 向我们报告 原殿如此 贤略 无省军政前途 今后急需上革命轨道 前殿经 以略臣 素为军座所明晰 预负担革命工作 完成革命任 物 在理论与事实上 均非将军 明 财三政 与广东融成一 片 直受中央支配 不为公 政治关系省内 异议关系全国 自成风气 实不可能 军队更改编制 由与财政关系密切 即以军队而论 广东革命军 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 越享时 原至十二元 无省若将财政自理 则于士兵生活问题 必难解 绝 结果 必有贸合神离之相 而于政治建设方面 结果一将 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 将来 必为革命之阻碍 而无国家之命 运 亦必 一二研制 连日与中央 诸公磋商 若无省能将军队 依照广东编制 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 财政交中央支配 则 一切问题 当能与中央合辙 由中央统统筹化 互相调剂 此 后对于革命任务 因属共同负担 而于补助阶级方面 意义 痛痒相关 不能情悦相适宜 喜之两宫 对于革命重要 已有 深刻认识 对于革命工作 已有坚确决心 历年奋斗 其目 得再就中国 非就区区之广西也 习底月以来 见中央对广 西警报联合的态度 一切设施规模大小 目光在月省 不似 统一全国机关 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 诸多妨碍 以对 祝 蒋 谭诸公自动提出 先将两广确实统一 此种主张 祝 越各方极端赞许 想两宫必然赞同 现因体念上级官长 以 图接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 由汪先生发意 组织一中央特别委 原会 讨论梁广统一办法 先将军事 财政统一 次在极其 他各见 一决案由喜带回南宁 交两宫 交两宫合夺认可后 交中央 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 由国民政府执行 巧日开始讨论 梁 公有何意见 请速电视为导 白碎喜 叩号印 我们复电同意后 白重喜 副和中央洽谈很久 然梁广统一 仍有许多困难 例如军队改编问题 当时我们广西部队 有两个系统 实力和人数 相当两个均而有余 民国13年总理北上前 曾为我和黄少洪为第一 第二军军长 此时 中央想改编为义军 事实上不无困难 其次即为军费和财政上的困难 广西为一穷省 一向不能自己 在清末及依赖乡 月亮省协想 此次如由中央统一办理 中央便需弥补广西费用的不足 这点中央显然感觉困难 而我军如按中央各军标准 由中央财政部发想 则中央亏本由大 其实 中央可以要我们裁减兵额 我们当然可以照办 不过此事中央颇难开口 因此此戎马空总时期 练兵之不暇 断然不能裁军 因此 向问题无法解决 自重洗遂未得要领而返 三月间 我们又派黄少洪为代表 和白清洗再度赴约会商 历时很久 才将问题解决 第一 我方自动放弃改编为两个军的要求 将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由我担任军长 黄少洪担任党代表 全军共辖九旅二十一团 及炮兵工兵等营 自将第七军的编制列于下 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少洪 参谋长 白重洗 第一缕缕长 白重洗 兼 第一团团长 陶军 第二团团长 吕衍兴 第二缕缕长 于作博 第三团团长 李明锐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三缕旅长 刘日福 第五团团长 张国柱 第六团团长 龚寿仪 第四缕旅长 黄旭初 第七团团长 许宗武 第八团团长 林畅茂 第五缕旅长 武亭阳 第九团团长 陆寿琪 第十团团长 梁朝姬 第六缕旅长 夏威 第十一团团长 维云松 第十二团团长 叶从华 第七缕旅长 胡宗夺 第十三团团长 缺一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缕旅长 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 尹成刚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第九缕旅长 缕焕炎 第十七团团长 杨毅 第十八团团长 蒙智 独立第一团团长 陈继桓 独立第二团团长 罗浩忠 入武生团团长 缕静存 炮兵营营长 罗传英 公兵营营长 马典福 当时广东方面的编制 采用苏联式的三三制 自班 排 制师 军的编制 都以三为递进 三班一排 三排一连 依此类推 我军的编制 却稍易 详下章 至于财政 仍有广西自理 第七军军饷也有广西自筹 中央赞不过问 军 财两政 既有广西自理 党务自然也有广西当局 斟酌地方情形 成请中央合办 谁知这一党务独立 日后竟获这意想不到的善果 产东当时国共纠纷 已日渐显着 伺候国共纷争扩大 我们广西能够维持一片清白 就因为此 到此 统一会议中各项问题 才粗告解决 梁广总算正式统一于 国民政府号令之下 到民国十五年六月 中央正式颁布 省政府组织法 民政长公署 才遵命结束 改设广西省政府 黄绍红被认为省主席 广西为广东以外 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 我们青数年的血战 才把全省统一 赴四权力将决 才 明 叫各政整理就绪之后 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的双手捧线中央 不幸当局 目光短小 气度狭隘 满腹生意经 竟认为 统筹办理广西省物为十本生意 而不愿接收 硬性责令我们自理 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 此力一开 国家法度全尸 其后 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 如湖南等 在我军克服之后 也寻力自理 闹出各省割据之局 而始作俑者 绝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 岂不可叹 四 当我们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之时 湖南内部赵 唐的分裂也日益显着 此时两湖一带的政局 最高执政者表面上 仍是吴佩服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 赵恒替是湖南省长 名义上是受吴佩服管束的 旷越州重镇 自民国八年以来 即为吴氏清姓部队的房地 湖当局长寿其监视 赵省长之下 有省房军四师 师长是贺耀祖 刘行 叶开心和唐生志 唐生志 有间湖南督办和水口山矿物督办 控制湖南最富的水口山心矿 所以他的第四师 是湖南省房军中 训练和配备最佳 人数最多的一师 然而 唐 赵 吴之间 表面上虽有隶属关系 事实上却是各不相能的 吴佩服 卫图着实控制湘省 暗中拉拢唐生志 以制赵 以收分化统治之功 因湖南自弹严凯 城前被逐出境之后 俨然成为赵家天下 且直 奉第二次战争 吴是惨败 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骤减 孙传方与曹空会选时 对吴的态度 已是阳奉阴违 使吴有伟大不调之感 吴佩服乃玩弄手法 已分化赵恒替的部下 当时唐生志业已桀骜不逊 对吴大帅接济泄淡 虽更无忌惮 此次业绩事件 吴墓内清赵小官僚 乃利用梁广的宣传 而重伤唐氏 吴佩服也因唐的坐大可虑 在怂恿赵恒替 抑制唐氏 照得吴大帅为后盾 虽有收回水口山矿物 和提高省长职权的行动 然吴佩服却又暗中示意 唐生志叛赵 唐生志本应有比可取而代也的野心 之事乃 正是有囊括全省 驱赵出乡的举动 为求祭出万全 唐生志并请蒋百里 在吴大帅前代为说相 树姬在驱出兵驱赵时 不致受吴大帅的足梗 蒋百里是我国军界的老前辈 又是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 赴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 民国初年 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唐生志便是他的得意门生 网还吉密 此时 蒋师正在吴佩服目内任总参谋长 颇得吴的敬重 吴以先生称蒋 见必利盈 唐生志因利用蒋百里的关系 向吴佩服疏通驱赵 以霸占整个湖南 而吴佩服此时的用心也极为阴险 想在唐生志驱赵之后 加唐氏以犯上罪名而讨伐他 一旦打二鸟 收复湖南如探囊取物了 所以在唐生志有范赵行计时 吴大帅即表示不坐左右谈 吴的唯唯否否 自增加了唐生志驱赵的勇气 唐生志唯恐力又不歹 来打电报给我 请我在他出兵驱赵时 派一旅之众 在黄沙河摇为应援 据说 唐生志拟此电稿时 刘文岛曾从旁建议到 一旅之众 未免太少 在黄沙河摇为应援 也未免太远 因黄沙河还在广西境内 孔应援不及吧 唐生志说 你话虽有理 但是把广西部队请进来容易 恐怕送出去不容易 所以 唐生志此时天大的野心 不过是取赵横梯而代之 占领整个湖南而已 如果吴大帅对他的屈赵行为不加干涉 唐梦霄也就安心 做他的湖南省长 保持一个北洋军阀附庸的地位 无心参加革命了 但是我的看法 和唐生志不同 我认为 吴佩孚见赵横梯做大 尚且不能忍受 他怎能坐视唐生志屈赵 在我看来 吴佩孚必定是等唐 赵玉邦相征到白热化时 再派兵入乡 把唐生志 赵横替一锅主 这样 吴大帅的两湖巡月使的名义 才名服其时 同时已经垮台的直系势力 才可覆赠 以便进一步窥四两广 征服西南 实现其武力 统一中国的迷梦 所以我当时的判断是 唐生志屈赵必然成功 但是在赵氏被逐之后 吴君必定南下 以吴讨唐 正是师出有名 名正言顺 然以唐敌吴 则吴以唐弼当车 以卵击石 唐生志必然一败 徒弟无疑 这样 则唐生志必将向梁广起源 加入革命 我们梁广也正可借此机会 以唐生志为前锋 出师北伐 我接到唐生志的电报之后 立刻回电照办 我知道唐氏一出 暴风雨便会随之而来 因此 我立刻下令 要桂林方面部队中组陪等 向黄沙河进发 同时命令全省动员 各地部队都向桂林集中 准备入乡 实行北伐 同时 我也拍电报给广州中央汪 谭 蒋等军政首领 申述此时乘机元唐北伐 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因为直系的势力 在北方受挫不久 元气尚未恢复 吴佩孚正想利用 统一两湖的机会 附阵直系 现在直系讨逢的战争正在进行 金锐部队被吸收在华北 湖北全境空虚 我们如利用唐生志为前驱 乘机北伐 基吴佩孚于立足未稳之时 我们可以一鼓而下武汉 顺流而东 便可是弘扬的固执 直倒户 宁 统一长江流域 则全国不难定了 我们如不能把握时机北伐 待吴佩孚北方消灭了国民军 南方统一了两湖 直系势力完全恢复之后 那我们问鼎中原的机会 便一世永不再来 所以我在这中央的电报中便说 我第七句元香之诗 几经出发 北伐事成骑虎 希望中央速定大计 我本人即当东来想诸功就叫 我的电报发出后不久 便收到汪赵各 谭廷凯等连弦的副电 电内对我出示元香的一举 身为佩服 至于速定北伐大计一项 都说四兄来广州之后 再行商卓科业 就当我和广州中央电报往返之时 唐生智便已出兵驱赵 唐军于三月初向长沙进发 赵恒替自知事有不敌 吴大帅也态度暖昧 便通电辞职 并见唐生智为代理省长 赵本人则于三月中旬 离长沙避往上海 唐生智随于三月十七日占领长沙 赵氏在富户途中过汉口时 吴佩服曾约其遗物 赵恒替显然认为 唐生智的称兵犯上 是吴佩服怂恿所致 竟拒绝和无视悟眠 唐生智入长沙后 也因吴佩服态度不明 不敢具意代理省长自居 仍以师长身份 请赵氏回乡主持大政 寺后应见吴佩服吴生讨表示 而我方袁氏已在图 才于三月二十五日 就代理省长职 右补乡郡第二师市长流行 并进攻赵军残部 于三月三十日占领越州 乡氏发展至此 吴佩服见时机已至 来立刻调兵南下 循悦汉路向唐军出击 吴军久经训练 精锐无比 远非唐生智所能敌 一经接触 唐军立刻溃败 吴军于四月三日攻入越州 同月二十四日 副将唐军逐出长沙 南向近破衡阳 唐生智至此 即已自不成军 赴你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 并急电向我求援 我方接电后 其令中祖赔旅 千城前进 向衡阳唐军增援 全省援军 也向湘边境发 五月初旬 当唐军正预备 自衡阳西撤时 我军是赶至衡阳 和吴佩服追军 发生激战 我军转战多年 绕勇无比 全军奋勇冲锋 喊沙连天 遂将吴军攻势阻握 吴军闻我军喊沙之声 是梁广口音 知是生力军 也不敢恋战 纷纷后撤 衡阳才转位为安 唐生智心败之余 也收拾残部 和我军合力反攻 双方碎于衡山 衡阳间和连水一带相待 进入胶着状态 战事详情 于第二十二章中 当在详续 一帝十三团团掌罗浩中 因习俗相传 第十三号数不详 词不就职 故缺 作者诸 作者词